说起晋国,我们或许会想起黎姬那鬼魅般的笑容,想起晋文宫崇尔的豪情壮志,想起赵氏孤儿悲伤的泪水,所有的这一切,都有赖于晋国历史上,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,曲卧代义。 1.晋国的源流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说起曲卧代义,还得从晋国历史的发端讲起。 公元前1042年,周承王统业封帝,将弟弟基于封在堂,故基于又称堂书于。 史书记载,尽堂书于者,周武王子而成王帝。 初,武王与书于母会时,孟天为武王曰,于命女生子,宁于,于于之堂。 其生子,文在其手曰于,故遂因命之曰于。 武王崩,成王立,唐有乱,周公诸灭唐。 成王与书于戏,萧童业为规,以与书于,曰,于此封若。 史义因寝则日立书于。 成王曰,无语之细耳。 史义曰,天子无戏言。 言则史书之,理成之,悦歌之。 于是遂封书于于堂。 堂在河,坟之东,方百里,故曰堂书于。 姓姬氏,自子于。 史记尽世家,表面上看,书于仅仅因为哥哥的戏言,就得到了方百里的封地,似乎是得了个大便宜。 但实际上,尽力国之初所谓的方百里,仍不过弹丸之地,其形式从地图中可见一般。 可以看出,晋国初封第三面环山一面靠水,地理环境还算不错。 然而,周人这时能控制的地区大体上限于林坟运城盆地,至黄河北岸一带,太原和长治盆地,分别在桀骜不驯的山戎和赤笛手里。 即使是周人控制区,内部也并不太平,作为传说中的帝瑶的后裔,古唐国并不顺从周人统治,三间之乱爆发,唐军及起兵响应,被周公平灭。 周人陆续在控制区,设立了若干诸侯国,如下图,竟然面临着祸,为等六个同姓封国和荣敌的压力,可以说周王赐予进军的与其说是馅饼,还不如说是铁饼。 周王一方面利用同姓诸侯,以翻平州,另一方面又让他们互相牵制。 看似天真无邪的续言背后,是复杂而深沉的政治策略。 王氏的政治谋划,并没有使晋人成为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。 相反,他们充分地利用晋男,史称和冬气候相对湿润,土壤相对肥沃的自然地理环境,积极发展农业生产,在与荣敌的竞争中,锻炼自己的心性,以遥顺之欲,下须之地的集体记忆激励自己。 此集其以下政,将以容索,晋人逐步崛起,疏于叙事后,其子谢傅继位,改唐为晋,正式确立了晋的名号,登上了历史舞台。 关于谢傅改国号的原因说法不一,但可以肯定的是,其中包含着晋人对于政权建设的自觉意识。 谢傅之孙静城侯时,静静一步向南扩张,具有并迁都与曲沃,金山西文玺附近,后成为静国宗庙所在地。 此后,静立侯、静静侯、静西侯和静县侯君都与曲沃,和成侯并称为曲沃武侯。 根据常津康等学者的研究,静国此前的早期政治中心,在金山西一城一带,位于高地,而取卧大部为冲击平原,相对平坦开阔。 到了静县侯之子静木侯在位时,又进一步将都城迁到位于快水下游的将。 二、重心的转移。 随着政权的巩固和发展,将都城先往交通更加便利的平原地区,本是静国历史的必然。 值得注意的是,将比去我离金一城的早期政治中心更近,幕侯在先都时,显然不仅考虑了交通因素,早期政治中心的历史和政治影响力,无疑也在考虑范围内。 根据左传记载,春秋后期的静历公被大臣杀死后,以车一城藏一东门,其实静国以迁都新田金山西侯马市,历公显然是被葬在不久前废弃的旧都,所以有学者认为,亦就是幕侯迁都之将,亦和将当为同帝一名。 而取卧的政治影响力,也不可能在迁都后立即消除,因此幕侯的这一举动,实际上造成了静国国内取卧合议的二元病例,出现多政治中心的局面。 而这就是取卧代义的第一重含义,政治中心的最终转移。 如果仅仅只有一重含义,取卧代义便不足以成为静国历史的转折点,喜好打破世俗成规的静木侯,用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,促成了这一事件的另一重更深远的意义的最终实现。 左传皇宫二年记载,出,静木侯之夫人将是一条之义生太子,命之约愁,其弟以千母之战生,命之约成师。 师福约,一呆,君之名字也,夫名以致义,义以出礼,离以替正,正以正民,是以正成而民听,义则生乱。 家偶约妃,愿偶约愁,古之命也,今君命大子约愁,必约成师,使赵乱矣,凶其辟乎。 长子出生时,木侯打了败仗,给他起名为仇,次子出生时,木侯打了圣仗,起名为成师,不同的命名,实际上反映了木侯对二子态度的差异。 显然,长子虽为太子,却很有可能像正专公因为误生,而被母亲厌恶一样,被父亲嫌弃,次子可能更受宠爱。 正是如此,师福才能做出,使赵乱矣,凶其替乎的政治预言,可谓一语成衬。 木侯死后,其弟杀书篡位,太子求出奔他国,后带兵其杀杀书而成为国君,视为晋文侯。 文侯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,当西州动乱之际,他带兵秦王,有家府王氏之功。 国语晋语四,记载了郑国大臣书斋的一段话,晋,郑兄弟也,无先军武功与晋文侯陆立一心,古宫周氏,家府平王,平王劳而得之,而次之盟至,曰,是相其也。 若亲有天,或三作者,可谓大天,若用前训,文侯之功,武功之业,可谓前训。 哥哥既然如此优秀,弟弟也不可能甘于平凡。 史记尽释迦记载,文侯必还书词人好得,晋国之众皆赋恩,善于收买人心,可能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。 文侯死后其子昭侯继位,他便觉得机会来了,尽使乱,昭侯不得已,故封还书于取卧,敬侯之孙鸾兵赋之,然而一块肉怎么可能喂饱一头狼。 不久,大臣拍赋就杀死了昭侯,欲立还书为君,但不客,义成派遂立昭侯之子晋孝侯为国君,由此展开了与取卧派间几十年的厮杀。 3. 同宗相谈 公元前732年,取卧还书去世,其子取卧庄伯继位,趁着赤敌部落,向禁军发起进攻时一同发难, 于前725年杀死了晋孝侯,但被义成派借助巡国军队的力量击退,并立孝侯的儿子姬希为国君。 庄伯不甘失败,团结了正、行二国,甚至争取到了周桓王的支持,于前718年,再度向禁军发起攻击,迫使禁军出逃。 就在庄伯即将取胜的关键时刻,周桓王突然反悔,派国仲讨撒取卧,并立晋侯希之子晋哀侯为国君。 由于儿子已经登基,晋侯希不变复辟,于是必居的恶意,金山西宁乡献南,始称晋恶侯。 前716年,取卧庄伯幽愤而死,其子取卧武功继位。 武功继位之初,由于失去王室的支持,原先的盟国如荀、董、正、行等,都背叛了取卧,静哀侯趁机向取卧发起进攻,取得了一些胜利。 形势一度对取卧派十分不利,被迫与一城方面降合,但未成功。 武功一面隐忍,一面积极发展势力,终于在公元前710年的径庭,金山西许卧县东北之战中大败并捕杀了静哀侯。 一城方面又立哀侯子为君,称为小子侯。 这位年轻的君主,显然不是爷爷背的武功的对手,于四年后被武功设计诱杀。 周环王再次派国众讨伐取卧,武功败走,放弃了君主的位置,国众奉命立哀侯帝静侯明为国君。 此时的武功变得更加狡猾和谨慎,他暂时停止了对一城的进攻,转而采取自强的方针,消灭了周边的几个小国。 周环王死后,武功于前678年一举消灭静侯明,并将所得的珍稀重宝,计数贿赂于新继位的周西王,这才取得了周天子的认可,成为静国唯一的统治者。 取卧代役前后的世系表如下图。 总结 取卧代役前后的组织。